第五课 我们看看演艺圈的各大名人 哪个不是拥有一个挺拔精致的鼻子 我们生活之中呢 也有说看人先看鼻的这种说法 跟人交往 第一眼看的除了眼睛之外呢 就是鼻子了 因此呢 因为一个人对正宗的柜子呢 就是我们的鼻子 他决定了整个面部 上下左右的一个平衡 他的形状呢 还有高度 决定着一张脸应该有的比例 所以呢 绝对担得起 面中之王的一个称号 如果五官呢 是颜值的一个基础 那鼻梁绝对是关键了 一个漂亮的鼻子呢 能够让我们的脸部更有立体感 绝对呢 能够为你增添不少的魅力分 以案例来说 我们最常呢 看到球美者呢 就是拿着这个 Angela Baby的一个照片 希望呢 能够做得像Baby一样的鼻子 不只是挺 而且呢 要挺得很精致 挺得很自然 精致的这件事呢 非常重要 好看的鼻整形呢 不是做挺就好了 我们仔细观察 Baby的鼻子呢 有几个特色 从上而下 分别是 他有一个很好的额头 然后呢 比想象中低一点的山根 然后呢 有很好的一个鼻背斜度 仔细观察Baby的鼻子呢 有几个特色 从上而下 分别是 他有一个丰满的额头 而且呢 他的额鼻角 也就是额头跟鼻子的角度呢 是适当的 所以呢 他的山根呢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高 而是比例恰到好处 另外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鼻背斜度 很精致的一个鼻头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龙鼻的美学三部曲 第一步呢 又挺又精致的鼻头 这是挺的鼻形最重要的一步 而鼻子的长度呢 跟鼻头的比例 一般来说呢 是1比0.67呢 是最完美的比例 鼻头呢 要挺翘 精致秀气 一般鼻头的这个宽度呢 大概是跟眼距同宽 不能够过大 另外呢 鼻头呢 要稍稍的往下 可以盖住这个鼻孔 如果我们稍微抬起头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鼻孔上方的这个鼻头呢 是形成一个海欧形的 第二步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鼻背斜度 这是挺鼻呢 是否精致的一个关键点 一定要有保有好的斜度呢 才会有一个精致的感觉 过去错误的观念呢 大家都会以为说 山根呢 是越高 鼻子就越挺 所以呢 山根都高到 从眉心连下来 而山根又高又宽 鼻背的斜度呢 就没有办法维持 这样子呢 就会形同 所谓那美人般的 这种粗鲁的一个鼻形 第三步呢 就是理想的山根转折点 而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根 在龙鼻的美学中呢 第三的重点呢 才是山根 而且刚刚已经提过 山根不是高就好 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山根呢 重点就在山根转折点 这个部分了 山根转折点呢 就是视觉上说 鼻子这个起点的部分 适度呢 将山根转折点往上移呢 会形成鼻子的比例延长 而造成这个脸型的上脸 跟中脸 跟下脸的比例呢 更加完美 目前亚洲的这个审美观呢 会建议山根的转折点呢 是在我们这个眼睛 瞳孔连线 到双眼瓶连线之间 这样子呢 才可以同时拥有好的 鼻子长度比例 也不会造成山根过高 而形成这个鼻背的斜度不见 造成所谓的那美人鼻了 那大家觉得 什么样的鼻子呢 才算是假鼻子 大多数人呢 认为假鼻子呢 无非就是形态很奇怪 不符合正常的生理结构 比如说很多年前呢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著名的车膜李影池 在整形医生的眼里呢 不去揉捏推挤的鼻子呢 才是一个真鼻子 做鼻整形的妹子们呢 一般都喜欢问一个问题 手术后呢 还能不能做猪鼻子啊 能够揉捏吗 因为知道鼻子是假的 很多人呢 会怕这个有外力的作用 造成鼻子的一个变形 所以呢 完全不敢动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好看的自然的鼻子呢 不是求美者想要多高就做多高 更不是说医生呢 自行调整到某个程度 好看的鼻子呢 都有它的一个鼻部美学基础 而我们所做的改变呢 都是在这个标准下靠拢的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龙鼻有哪些方式 龙鼻呢 主要有分两大种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注射 第二种呢 就是放假体龙鼻手术 如果你想要快速 相对便宜 伤口小 而且呢 在多数的状况之下呢 是有可恢复性的 那么呢 就可以选择这个注射填充物的方式 注射可以直接把填充物打到鼻子里面 补上不足的部分 让鼻子变高变挺 也可以修饰这个鼻子线条歪曲的部分 这种注射龙鼻的方式呢 算是比较方便快速 叫手术便宜 而且呢 是微创没有伤口的 适合忙碌无法承受手术恢复期的人 但由于多数的填充物呢 都是会被吸收的 除非发生了残留 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多数几乎呢 是会恢复原状的 所以它非常适合 就是说 想尝试看看 但是呢 又怕做了手术之后会后悔的人 那如果你是想要持久 一劳永逸 大幅的改善整个鼻子的一个外观 那就得选这个手术植入物家体的方式了 手术植入物呢 就像是房子的一个大改造 加上新的梁柱 以架构及格局上呢 都做整个的改变 太高 太矮 太宽 太窄 都有机会再改善 而且呢 可以长久的维持 但是呢 这种隆迷的方式呢 是需要有恢复期的 手术时间也比较长 属于比较侵入式的手术 但是呢 它可以全部的调整 改变各种鼻子的外观 而且呢 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是适合想要拥有持久美丽鼻子的人 下面呢 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第一是注射的方式 比较适合基本面部 结构条件都还足够的人 而想要微调的一些求美者 一般推荐的材料呢 有玻尿酸 精量磁等 填充物质的作用呢 就好比在这个面部的凹陷的地方呢 注射进去一些黏土 山根太矮呢 我们就来补山根 而鼻头太矮呢 我们就来补鼻头 线条不够平顺呢 我们就补线条 整脂的鼻子呢 可以从顶楼加盖 外墙修补 到一楼挑高 都是可以做的 以细微的调整呢 到形状的雕塑呢 填充物注射呢 都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效果 那玻尿酸呢 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一个材质 它是我们身体内 本来就有的一个分子 几乎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它有一定的弹性 已经一定的一个支撑力 因此呢 玻尿酸现在广泛的 被使用在脸部的一些微整形上 玻尿酸注射龙鼻的优点 它的伤口极小 一般注射完呢 就看不大出来了 第二呢 它的副作用也是非常的轻微 当然呢 在极少数的状况之下呢 也有可能会注入这个动脉 等一下呢 我们会加以说明 第三呢 它的操作得意时呢 效果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呢 可以立即就看到它的效果 那当然玻尿酸 它注射龙鼻也有些缺点 第一个呢 就是它是会自然降解 而被人体吸收的 因此呢 它是无法长时间的一个维持 而需要6到18个月 就需要补充一次的 那补充的频率呢 当然跟剂型有关 所以我们在注射龙鼻的时候呢 也都是希望用一些大分子的一些这个材质呢 能够得到更好的挺度 维持的时间比较长 第三个呢 注射的时候呢 需要小心避开血管 以免造成这个血管的栓塞 第四点呢 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的鼻型是属于比较宽一点点的话呢 那在注射多次玻尿酸之后呢 也有可能会造成山根的地方呢 有稍微比较宽的一个现象 另外呢 精量磁呢 也是很多人拿来做这个龙鼻的一个注射材质 那精量磁本身是钙跟磷的一个化合物 所以它的支撑力道呢 是更强的 另外呢 它是具有生物刺激性的 所以维持的时间呢 也比较久 那精量磁注射龙鼻的优点呢 第一点也是它的伤口呢 是极小的 一般注射完呢 就看不出来了 第二呢 它的效果呢 可以维持1.5到2年 而支撑的力道呢 比较强 所以呢 能够呈现比较好的一个立体感 那精量磁注射龙鼻的缺点是 因为它有一些生物刺激性 所以在注射完的时候呢 会有些发炎肿胀的一个情况 需要三天呢 到一个礼拜呢 才会慢慢的消肿 第二点呢 就是有些人注射精量磁多次之后呢 有可能会有一些纤维化的情形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龙鼻手术的时候呢 还需要另外将这个精量磁呢 把它清除干净 才可以做龙鼻手术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填充物注射鼻子的一个风险 虽然说微整形注射呢 是比较方便 不需要太多的一个修复期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它的风险性 鼻部的这个神经血管呢 是分布比较复杂的 同时呢 在鼻背呢 有一条血管 它会直接呢 通到这个眼睛的一个 视网膜的一个血管分支 所以我们填充物呢 打入这个鼻部的空间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直接的注入到血管 或者是间接因为肿胀而压迫到血管 导致这个血印供应呢 无法到鼻部的一个皮肤组织内 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局部的皮肤组织坏死 或者是更严重的话呢 会直接影响到这个眼部的一个血管供应的话呢 就会造成这个视力的一个受损 虽然这些填充物呢 都是经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认证呢 可以安全施打的 但是呢 还是有极低的一个几率呢 会产生并发症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另外呢 还有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鼻部组织呢 也可能会因为注射 而产生纤维化 以及吸收不完全的一个残留 所以呢 我们有意注射填充物龙鼻的这个朋友呢 务必需要跟医师详细的讨论 评估个人的体质 同时呢 我们还要选择这个注射经验丰富的医师 在注射时呢 才可以避开这个危险的一个解剖区块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个现在很流行的 这个叫线雕龙鼻呢 它是比较适合像一些矮鼻啊 蒜头鼻啊 鼻孔外露 短鼻或者是阴沟鼻的人 以及这个鼻子两边不对称的一个人 那这个线雕龙鼻呢 就是我们将这个硬度比较高 而且可以吸收的这种锯齿形的蛋白线呢 用穿刺的方法呢 带入这个鼻部的皮肤下 一般呢 可以放在叫之鼻头的这个鼻小柱的部位 来增加这个鼻头的这个挺度 或者呢 是放在这个鼻背的地方呢 来让这个鼻背呢 有更加一个支撑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 它是可以透过线的这个牵引跟提拉 进行塑形的 而达到一个增加鼻梁高度 跟延长鼻尖的一个翘度的一个效果 线雕龙鼻的优点呢 但是它是一种不开刀的一个方式 所以是属于微创 而且是没有伤口的 那它可以搭配这个注射填充物的一个塑形 其实它就像一个钢筋一样 那填充物呢 就像一个水泥一样 所以可以增加这个填充物的一个支撑度 那至于线雕龙鼻的一个缺点呢 因为它是可吸收的 所以它维持的时间呢 也不是永久的 同时呢 反复的植入呢 也可能会造成这个鼻内组织的一个损伤 另外呢 如果我们穿进去的这个线体比较长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线体有穿出的一个风险性 所以呢 还是要选择这个经验丰富的衣食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甲体龙鼻的一个方式 它适合呢 就是自身的一个基础比较不好 想要达到一个最佳效果的人 而甲体龙鼻呢 比较常用的材料呢 有硅胶 GOTES 卡麦拉 字体肋骨 或字体软骨等 那龙鼻手术呢 发展至今 其实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 而且自然又持久 由于各家整形外科医师的术室很多样 放的甲体呢 也很多种 所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手术方式呢 跟材质呢 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首先呢 我们要先测量出自己鼻子的一个黄金比例 完美的鼻形呢 鼻子是不能太短的 鼻子的长度呢 应该占我们整张脸的三分之一 而鼻翼呢 则是占了这个脸的宽度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所谓的三长五短 当然有许多文章呢 有提出这个鼻形的一个标准完美的一个比例值 有几分几毫里的一个量测 还有几度的一个标准尺寸 但是呢 我这么长的时间累积这么多的案例之中呢 我希望求美者呢 是选择最适合自身条件的一个大小跟高度 借此呢 我提供一种方式呢 让大家来做一个自我的评估 现在呢 有很多的一个美颜相机 你可以先正面 侧面 自己拍下来 再试着用这个美颜相机呢 去稍微移动 加减五官的大小跟长度 来先看看说需要微调多少 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 这样的改变真的会变得比较好看吗 之后呢 我们再去跟医师做充分的沟通 因此呢 你可以知道 调整了一部分之后呢 整体的形象 是否自己满意的 先做好观察自己的一个功课 现在的科技呢 很发达 我们可以运用一点小工具 来帮助并检视自己 而不要盲目的采用世界统一的标准 来制定自己的长相 这样子呢 是很容易造成撞脸的哦 除了别人看了没有什么感觉 自己呢 也会觉得自己一点也不特别了 之后呢 我们再依据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比例 来决定适合的一个手术方式 并决定这个植入物的一个材质 一般龙鼻手术呢 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呢 就是所谓传统的一段式龙鼻 那传统的一段式龙鼻呢 但是适合本身的条件比较好的人 它有单纯的植入一种 就是I型的一个鼻膜 或者是L型的一个鼻膜 除了可以垫高鼻梁之外呢 还可以解决这个鼻头的一个翘度的问题 I型呢 主要是垫高鼻梁 来解决三根态 I型的鼻膜呢 主要是来垫高鼻梁 解决这个三根态塌陷的一个问题 而L型的话呢 以目前的一个观察可以发现 因为L型的这个在鼻头的部分呢 可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张力 时间久的话呢 并不是这么自然 所以呢 如果本身鼻头的条件不好呢 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龙鼻方式 接下来呢 就是二段式龙鼻 刚刚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L型鼻膜的话呢 因为它在鼻头的部分呢 它的皮肤的张力比较强 所以有时候时间久了呢 这个L型的鼻膜呢 会在鼻头处的鼻膜呢 有变薄或者是穿出的一个风险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鼻膜穿出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会利用这个一些软骨呢 来保护这个鼻膜尖端的一个位置 除了可以让这个三根变体 也可以保护鼻头 让鼻头看起来更自然 但它的优点是手术的时间比较短 手术的方式呢 也比较简单 但是呢 长时间的发泄 有些本身条件比较不好的人呢 这个L型的部分呢 还是会造成一些张力 或者是我们覆盖的这个软骨呢 也会有一味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个结构式龙鼻 它也是目前比较自然的一个方式 什么叫做结构式龙鼻呢 也就是说 它先利用这个鼻膜呢 来垫高这个鼻背 一般是I型的这个鼻膜 接下来呢 再取这个字体的软骨 放置在鼻头的部位 最后呢 再利用这个鼻中隔软骨 或人工骨呢 将这个鼻小柱架高 所以呢 它适合这个像蒜头鼻啊 朝天鼻 缺乏鼻尖的人 当然呢 它也可以依照这个客人的一个需求呢 搭配这个敲鼻骨 磨鼻结等等的一个方法 所以结构式龙鼻呢 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可以量身定制 效果呢 比较完整自然 而且呢 比较安全的一种龙鼻手术方式 再来呢 我们来说说这个家体的材质 目前呢 可以分为硅胶 GOTEX 卡麦拉 跟字体的软骨 硅胶呢 它和软骨的组织触感 非常的接近 它的鼻膜外缘呢 在新一代的设计呢 已经设计的比较薄 与组织的这个粘合性呢 较好 术后呢 不容易发生这个僵硬不自然的一个情况 可以创造出比较自然模拟的一个触感 在视觉上呢 也比较不容易产生一个阶梯状的一个落差感 它可以提升这个组织的密度 不容易产生这个甲体滑动的倾形 同时呢 现在的尺寸的样式也比较多 不需要在手术中呢 再多余的一个裁修 而且比较符合这个亚洲人天生的一个鼻型 接下来呢 是GOTES 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一个高分子聚合物 它可以耐高温 可消毒 而且呢 跟人体接触的时候呢 不会释放出一些危险的物质 它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一些医疗的外科手术上了 因为它跟人体的这个相容性很高 所以运用在这个龙鼻手术的话呢 它可以呈现更自然的一个鼻部外形 同时呢 鼻膜的稳定度呢 也就更高 几乎不会因为稍微的推脊碰撞 而产生位移的情况 卡麦拉呢 则是一种复合性的材质 它就是将这个硅胶的鼻膜的外围呢 再包覆上一层这个GOTES材质制成的一个鼻膜 它的材质呢 就是软硬适中 兼具了这个GOTES的一个组织密合度 跟硅胶的一个硬度 相较于一代硅胶的鼻膜呢 它可以大幅的这个减少龙鼻手术之后呢 可能的一个病发症 例如像夹膜 暖缩 胃移或发炎的这些可能性 同时呢 它的触感真实 视觉上呢 不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紧绷的一个假鼻感 那组织的密合度是比较高的 最后呢 是这个字体肋骨龙鼻 而字体肋骨龙鼻呢 则是针对这个条件更不佳的人 或者是本身已经有受过伤 或者是重修手术的一些求美者 它是利用取出的一小段肋骨呢 加工雕刻成这个适合脸型和所需的形状之后呢 可以做成这个支撑鼻头 或者是改变鼻头形状的一个凉柱 而鼻背的部分呢 我们也同样用这个肋骨来做支架 增加这个鼻梁的一个高度 使鼻形呢 更直挺 更自然 至于在这个鼻头的雕塑呢 我们大部分选用的这个字体软骨呢 包括了这个鼻中隔软骨 跟这个耳后的软骨 那我们选这个耳软骨呢 它是不动用这个外围的一个软骨组织 所以这个耳朵呢 是不会凹陷变形的 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 而耳软骨的形状呢 它很适合作为像鼻翼软骨 鼻翼圆的一个软骨片 或者是垫高鼻尖的一个材质 它的优点呢 是感染率很低 同时呢 没有跟字体排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注射式龙鼻呢 比较适合就是说 本身的一个条件不错的一个 球眉者 而且呢 不想要有个恢复期 也不想要做太大改变的一个 球眉者呢 很适合做这个注射式的龙鼻 而手术龙鼻呢 比较适合就是说 它的条件比较不好 那想要做一个比较永久 或者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球眉者了 而目前的龙鼻手术呢 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所谓的结构式龙鼻 在这边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龙鼻手术呢 决定的一个高度跟长度呢 还是必须要以自身的一个条件来做决定 如果本身的鼻子不是太长 也就是所谓的软组织的这个覆盖呢 比较不够的话呢 还是必须要跟医生讨论 决定这个自己最适合的一个 鼻子的一个高度跟长度 而不是一昧就想要拿着这个别人的照片 做到别人的一个鼻子的一个形状了 下面呢 是一张龙鼻材质的对比 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哦 更重要的是呢 要跟医生好好的讨论跟沟通 这样呢 才能做出最适合你的判断哦 总之不要想当个伸手牌 努力做功课 好好的研究 咨询时呢 一定要把所有的问题 尽量的讨论清楚 才有机会得到最适合的治疗哦 我们下次会讨论 它真的只是整牙而已吗 怎么能够做到 让这个牙齿整形 带来这个整容般的一个效果呢 我是刘晨曦 我们下次见 都还记得咨询色